哈喽大家好 今年中国遭到了疫情的袭击 好在及时实行措施 有能力的人捐款捐物 为抗击疫情提供了保障 同时国外疫情也开始爆发 尤其是在韩国 中国的艺人张艺兴就给韩国捐了2000多万韩币帮助他们 没想到却遭到了网友们的嘲讽 张艺兴跟团队EXO出道 舞蹈实力超强 如今单飞之后 在韩国和中国都拥有着超高人气 尤其是他呆萌的性格和认真努力的态度 正能量偶像非他莫属 中国的疫情目前已经得到了控制 韩国情况却更加严重 韩媒最新发出消息 张艺兴为韩国新型肺炎疫情捐款2000万韩元 向韩国伸出了援助之手 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张艺兴表示 我们都是超越血缘的兄弟 即使近邻 星也是在一起的 希望我们一起度过难关 We are brothers We are one 张艺兴作为一名偶像艺人 不仅是专业能力 唱歌跳舞十分出色 同样品质也值得夸赞 韩国是培养他出道的地方 有他的朋友们 给予帮助无可和非 捐款也是他的意愿 他人的想法不应强加在他的身上 在被爆出张艺兴捐款韩国后 很多的人键盘就坐不住了 舍近求远 国内疫情还很严重 怎么给韩国捐款呢 很多人误以为是2000万人民币 数字太夸张了 其实是韩元 这颗人民币是10万6000元 第二 认为他没有给国内捐款 没有责任心和爱心 其实很早以前 张艺兴的钱和物资就已经到位了 只不过没有发出来 有时候人的偏见就是那么可怕 只认为自己看到的表象 事实如何 装作看不见 张艺兴被嘲讽也不是第一次了 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小绵羊 黑粉门就成立了一个朝阳区 专门给张艺兴报黑料 素颜照抓拍神情憔悴 说他长得丑 和其他明星艺人的照片拿出来对比 又说太过油腻 和团队队员在一起 身高比不过 身材比例也比不过 男明星的颜值身材否定他的一切 手段太过恶劣 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装得智障 尤其是访谈节目中 为了跳舞可以放弃生命 很多网友说太过夸张 未免显得有点虚假 又有谁想知道 他为了出道 为了能够走长远 付出了多少 张艺兴面对黑粉门的讽刺 和谩骂 想得很开 他知道身后有很多支持他的人 不应该为另一部分人否定自己 谁都没错 只是有些人不喜欢 不合拍而已 在武汉疫情爆发严重的时候 张艺兴第一时间向疫区捐款 还捐助了物资 30万只口罩直达最需要的地方 1月份 张艺兴以工作室名义 向武汉市红十字会捐款现金10万元 网友图文爆料 2月2日 分别向武汉市新州人民医院 新州中医院 江汉区疾控中心 共捐款6万个口罩 还有一部分送到了其他的地方 在这背后 张艺兴为了寻求物资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2月25日直播连线会被粉丝 还给粉丝唱生日歌 我有你们 你们也有我 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样的神仙idol 又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 疫情面前 大爱无疆 都是为了克服这一次的难关 即使对张艺兴付出无感 也不应该肆意的谩骂和嘲讽 让善良的人心寒 不爱请别伤害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留言哦